我现在在的地方是我第一百多个国家 本期视频我要坐下的地方是从大家的地方前五公里压 现在在的这个车上是一辆我们这个尼克利亚边境的车车 现在是刚从波出发 从波到边境是一百四个公里 刚刚到边境小镇的这个车站 后边这个车站直接过来就有换钱的 如果你买美金的话是22两买一美金 如果你直接换利比利亚钱的话这个价格特别贵 就是建议先换成美金然后再去买利比利亚钱 然后我刚才在小卖部买了点零食啊水什么的 目前把塞了两钱全部花光 只是还剩了那么一些这种小平钱就是比较新的 然后就作为我自己的收藏 刚刚出进了这个塞里昂后边那房子是移民局 他们不光是看警户照看利比亚签证 还看这个黄尔病疫苗还看新冠疫苗 我那个黄尔病疫苗那个证丢了 被我给大家的是父亲见 他说不行 我跟他写实说我说之前我要去医院 让他们给我弄个新的他们不给我弄我说 还是让我再打一针之后呢 他就让我过去了 连走之前呢 这个他说 呃他们这也有这个黄尔病疫苗小证书 我们已经一个证件 就是意思是让我买 买一个新的 我也没买我说没事 我就拿父亲件 因为父亲件我之前办科技法签证的时候就没事 现在已经在这个利比利亚的境内了 因为过这个桥过了一半就是利比利亚 然后那边有一个欢迎来到利比利亚的这样一个牌子 现在来到了我的第一百一十个国家利比利亚 本期视频我要分析一下在斯大利亚福里墩拿到利比利亚签证的这样一个经理 后面是这个利比利亚大使馆 签证的费用是九十美元 出签的时间大概是一个星期 如果你没有时间等一个星期的话 额外交五十美元 当场就出签 你填完表格之后 然后交钱 然后他给你贴一张那个签证的纸 再给你盖个章 然后就一分钟就可以出签了 就是基本上是西非最快的出签的签证之一 但是当然了 主要就是钱 然后另外我听说在科特迪瓦的阿比让 拿利比利亚签证是六十美元 这个价格是很实惠的很便宜的 进入利比利亚之后呢 过了一个桥之后 先有一个健康检查 健康检查 他们也是查这个新冠 查这个抗热病疫苗 我父亲见抗热病疫苗也没问题 然后这边刚过来 这边还有一个牌子 牌子上写的 在利比利亚 贵度不是非法的 贵度是犯罪 就是在西非的竞争中 第一次见到这种牌子 然后先前面去这个移民局 我就盖章 刚刚设立了 过了这个利比利亚移民局 利比利亚移民局这边 这个签了签论之后 很快就盖了章 然后他为了这个利比利亚这边的住址 我上发中没有给我具体的住址 但是呢 有一个区 我就直接告诉他那个区的名字 就好像说北京东城区 我就给了这样一个地址 然后就让我过去了 刚刚上了一趟 这个车 除了说也是拼车那种形式 之前我听说这边去 摩罗维亚那个车票是1100 现在搞了搞价格是一千百年一个人 这边车上还有大概四个乘客 现在搞出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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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已经在摩罗维亚了 所以利比利亚的经营叫了 这边公路的感觉的比价俩要小一点 到摩罗维亚之后呢 发现有很多换钱的 这边换钱的汇率都比这个运行要高一高 然后感觉我被探险的热门见了 我现在又坐在了这个非常非常新的这个车上 就是这个 这是摩罗维亚的一个当地的这种小摩罗维亚的 直接塞给我摩罗维亚的 将其乌的小摩罗维亚的 删又危险 许多年壮上 佢ática Members 现在是零比利亚的水平 整体零比利亚这边叫做 价格比达两要快 这是我的沙发布 中文名字叫马帅 叫马帅 这是一种零比利亚的食物 米饭鱼肉 蛋蛋酱一样 但那个金利亚三两好像也没似得了 叶子酱 还有这个鱼肉 又辣又香 特别棒 可能像是这个 非洲门的高达马 我买了很多的喝的东西 在这个沙鼠家里 咱们喝了 咱们喝了 利比亚的啤酒 那 因为利比亚是这个沙子他们家的春节 再更放了这个 我的印象 所以就是今天晚上 给他们家活跃了一个客观 我去看 然后呢赶紧去观看本性发觉 大家感觉有关卡 就是做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天 美好早 然后是美好晚上 这里是阿松的去西北 我们在另外一期的视频 大家不再见 拜拜